大家好我是旧姐姐 你看到这一袋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上一次做派皮的时候 不小心手滑把派皮整个掉到地上 摔破了的派皮 但是这个派皮本身就是饼干底 并不是不能用 所以今天旧姐姐我要把这个做坏的派皮 起始回生 让它成为另外一个甜点的材料 那么就让旧姐姐我来跟你分享 如何来利用这个做坏的派皮 把它成为另外一个甜点的材料 那么就让我们Let's get started 首先我们就是把它派皮放在袋子里面 然后用擀面杖把它敲碎 压碎压成碎碎的粉末状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 我们那个慕斯下方的饼干底 我们饼干大概压到像这么碎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铺在这个蛋糕膜的下方 然后当作那个底部 为了方便我们到时候好脱模 所以我们在下面呢 放个烘焙纸这样子脱模的时候比较好脱模 我们可以把模型的底部拿出来 然后用剪刀直接剪个形状出来 我这一袋大概是240 那我们只要取一半出来 来当作我的那个芒果慕斯蛋糕的底层 所以我们就这样取出来 然后等一下加水把它压一压 好看到这里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 记得要订阅还有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同时将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婆婆 妈妈女朋友还有老婆 还有喜欢做料理的来叫她做这个好吃的 芒果慕斯在这种芒果盛产的季节 做个芒果慕斯不用动烤箱 来给你吃看看哦 大概搅拌成这样 我觉得有点湿湿的这样就可以了 我等会有人用奶油啦 但是我觉得用奶油实在负担太重了 所以就姐姐我喜欢用水 我觉得这样吃起来应该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 我们做料理自己要吃 当然也要考虑到健康的问题哦 好我们大概就铺像这样 再来我拿汤匙把它稍微再整平一点 好就像这样子哦看到吗 像这样我们把它放到冰箱去冷藏 然后等一下我们要试做慕斯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 好我们要制作芒果慕斯的时候 我们要先拿出吉利丁来 这是吉利丁片 这种比较好 这种吉利丁片比较好 它是由动物的那个骨头里面取出来的一种 用个开水 要加冰块哦 就姐姐我之前不知道以为夏天哦 用那个一般的冷开水就可以 结果冷开水呢太热了 一放进去它整个化掉 绕不到吉利丁片 所以因为吉利丁片很怕热 一旦热的话它就会融化掉 我汽车壶大概要用6片的吉利丁 我这边一 它长的就是像这样子 很像一个胶膜有没有 这里有4片把它放进去 还有这2片 如果你担心你会失败的话 或你量会多一点 我们可以再多加一片 因为我的比较短 就用7片 好 然后呢 就把它要到水里面去 让它慢慢的 它会慢慢的变软 但是不会融化 如果融化那就是错了 表示你的温度太高了 再来我们要用牛奶 你要用全籽或者是滴籽都可以 我家里刚好有滴籽 我们就用滴籽来做 嗯 牛奶我们需要200克 好 200克的牛奶 移到炉子这边来加热 这时候我们来准备其他的材料 这个 呃 起司我们大概要用130克 两杯的乳格 什么样的乳格都可以 随便你自己喜欢 原来滚了 我们就把这乳酪起司直接丢进去 它就会融化了 所以很简单吧 不需要在那里打 它等会它就慢慢就会散开来 容易它就会散开来 这样里面就有浓浓的起司的味道 再来我们要来切芒果 我们就看网友有的 切芒果的方法很好用 这样我要一整块的芒果 你看就这样 有没有看到 诶 这种方法切芒果还真是方便 要一整块的时候 整个就下来了 好快哦 切起来又很漂亮 当然有时候不小心还是会切到平 来切片 我们要切薄一点哦 我们就切薄一点 因为我要放在旁边布置用的 还有一个夹在中间 所以我们不能切太 不要切太厚 然后这样切 然后呢 这个网友的方法非常好用 我们就用这样子 看到 这样子直接刮 这时候吉利丁它已经开始融化 它像这样子 看到吗 吉利丁它软化像这样子 这是正确的 就是要让它软软的 不能硬硬的一块 然后中间你就把它剥开来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从冰箱取出这个饼干底 然后呢 我们就取芒果的中间那一段 就是芒果比较大的那一块 我们把它铺在饼干底的上方 沿着那个模型旁边来铺 我们像这样子选这个比较大型的 然后沿着这个饼干底 跟那个模型的旁边 这样子铺设下去 看到吗 这样子铺旁边 要把它服贴在旁边哦 我们旁边要用有一点点厚度一点 比较好 它比较好铺 刚刚好完美 完美好 我们铺好了 我们看它像旧鸡鸡我 这袋太薄了 我们换厚一点 厚一点它在旁边支撑力比较好 放旁边 好我们起司就稍微再把它按压按压按压 它就会散开来 大概已经现在还有颗粒 我们再继续把它搅拌到 全部融化为止哦 然后把这个Yougar倒进去 我刚在倒的时候没有拍到 就把两杯Yougar通通倒进去 再来我们要倒这个芒果 芒果泥我们把它倒进去 我们不要倒太多大概倒一些就好了 然后把它搅开来 如果你觉得它很稠的话 我们可以加一点水下去 让它吸大概加个30克的水 让它吸一点 然后我再加这个糖粉 因为我很多糖粉都没有用 加70克的糖粉 然后慢慢的搅拌它 搅到它还是会有颗粒也没有关系哦 慢慢让它融化 芹芹芹要丢下去的时候 要把它水分沥干 然后再把它丢下去 看它马上就会融化了 把它搅散了 你看一下就不见了 它预热非常快就融化了 但是你看这么稀怎么办呢 它等一下就会变得很 就结块就变硬起 好我们现在可以熄火了 熄火以后我们可以 削点柠檬皮屑进去哦 然后等一下我也会挤一点柠檬下去 再让它提醒 增加那个口感 因为我觉得起司跟什么最合 跟柠檬最合 加柠檬的起司就加分 就这样加一点切半颗的柠檬 把它柠檬如果很硬的话不好挤 还是要用机器来用这个辅助器来挤 比较比较快也比较 汁才会挤得比较多 用手挤很容易还是挤不错 然后我们就这样把汁倒进去 好柠檬倒进去 我们再把它最后搅拌一下 然后猪姐姐我要再尝一下 看它吃起来 柠檬的味道够不够 不够的话我们可以再加 不错啦酸酸 然后用卤肉的味道 超火超火超赞 我们这个200多公克的芒果泥呢 我们要先放在冰箱 等一下等它下面的起司糊凝固以后 我们再来煮这个上面的芒果 芒果椒 好我们起司糊先稍微让它凉一下 稍微有点变稠了以后 我们再把它放进去 好我们现在要把这个 芒果这个起司糊把它倒进去 这里面慢慢倒进去 先一层 然后我们再放芒果上去 再放一层芒果上去 放在中间再继续倒下去 我们就这样一层一层的 把芒果铺上去 把起司糊倒上去 最后全部倒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 就这样把它拿到冰箱里面去冰起来 上面盖上盖子 好我们放到晚上了 大概现在已经6点了 我们把它拿出来 你看它已经结冻了 再来我们就要制作最上层的一层芒果果椒 那我们等一下就看看怎么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芒果泥 就是我们后来剩下的200克芒果泥 我们要做上面的表面果椒 我们就把它倒到锅子里面来 然后把它倒进去 好再来我们要制作上层的芒果果冻 首先我们需要两片的吉利丁 然后这个吉利丁一样 我们也是要用冷开水加冰块来泡它 不然等下会融化哟 芒果泥呢我们持续的加热它 到稍微有一点变热了 我们就可以把吉利丁片放进去 我们把剩下的糖粉倒进去大概有一大梯 再加一梯的糖 然后我们可以尝尝看它这样甜不甜 如果你觉得它不够甜 我们再继续 因为我要把那个糖粉用完 所以那个糖粉大概是一大梯 再加一梯的糖 好 这样子我刚刚试了一下甜度 嗯 差不多可以了 那我们就要把吉利丁把它捞起来放去 它丢到里面预热它就会融化了 把它慢慢破开来 让它融化在所有的芒果汁里面哦 好 我们就把这个芒果乳酪起司糊拿出来 芒果火焦我们已经凉稍微凉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倒进去了 把它倒在表面 因为它上面已经粘固了 所以直接倒下去不要怕 到时候我们成品出来的时候 就会有两个层次非常的明显 好 我们全部倒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要再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放哦 如果你自己现在在家呢 你动手来做一点都不难 这种不用烤箱 只要冰箱 非常简单又很好洗的一个甜 好 我们现在从冰箱拿出我们的慕斯蛋糕出来了 好 再来我们进行脱模了 我们的秘密武器 吹风机 我们只要用这个呢 在模型的周边稍微吹一下呢 让它热热的 它就会很容易的脱模 如果你用刀子去刮的话呢 那个周边的那个慕斯 会被你弄的坑坑巴巴的很丑 所以我们用这个周边这样稍微吹一下 等会脱模就非常的顺利 而且脱模出来非常的漂亮 好 我们就这样子哦 扶着模型轻轻的向上推 慢慢来不要急 不然我上一次第一次做的时候呢 太急了一推出来 结果滑了出来它非常Q就滑出来了哦 所以脱模的时候要温柔一点轻轻的推哦 快出来了你看到没它慢慢脱身了 等下就看到哇我们旁边的橘色的芒果出现了哦 很漂亮吧 好在这芒果的季节呢 在家里自己去买芒果来做个芒果慕斯 你看黄层层的一片芒果 这样做出来的成果真是很有成就感 而且在芒果生成的季节取得又非常的容易 重点是这个慕斯不需要冬到烤箱 不会让你做个蛋糕满头大汗 然后家里整个热腾腾的 你只要把它搅一搅 然后就放到冰箱里面 你看我们就可以享有五星级餐厅 或者是糕点店的美味的慕斯蛋糕 看这切下去等下拿出来的样子哦 哇你看没 这么Q 哦我们的成品看到了没 心动了吧 赶快自己也去买个芒果来动手做吧 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要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才会收到我新的影片的讯息 同时呢 最重要要分享给你的老公小孩朋友 还有同事一起观看我的影片 来支持我的影片 如果你有喜欢看什么影片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会为你拍置哦 那我们下集见咯 拜拜